69元的蒸锅海鲜支柱 有缩纸蟹 又有虾 然后还有毛蟹 贝类真的蛮划算的 大家我是老胡 维方这边也有蒸汽海鲜支柱 而且非常便宜 人均材 69元一味 这么便宜 看有什么好吃的 走 到了 还蛮有排面的这个门面 我发现这边很多店名都叫西施 上次吃的那个榴莲蜘蛛也是叫西施 有好多梭子蟹 不过个头不大 因为这个梭子蟹的季节马上就要过了 鸣虾 还有毛蟹 各种各样的贝类螺类 五花肉 看起来很有食欲 酱大煮 小只的皮皮虾 螃蟹 各种各样的 比较有科技感的肉 有不少凉菜 丁螺 我比较喜欢吃这个丁螺 水果 甜品 糕点 酒水饮料 先整点蔬食 炸鱼 鱼 这个炸鱼还蛮香脆的 它自己也可以吃了 已经炸软掉了 这边有蒸锅有煮锅 如果你要吃煮锅的话 要加10块钱 然后给你一个锅 海鲜的话 个头都不大 都比较小吧 但是 好在它都是鲜活的 又拿了两条鱼 这个鱼蛮香的 嘎嘣脆 这个海鲜的话 那边有人帮你 帮你捞 自己的话 好像没有让自己捞吧 因为那个 就台子 有点高嘛 捞起来也不方便 然后还有那个 现烤的烧烤 烤好了之后 有人会帮你送过来 想把他这一盘 那个炸鱼全部吃一下 还有蒜了吧 留一些给别人 这是什么肉串的 鸡心 蒜拌肉 烤牛肉 然后烤五花肉 每一样都来个两三串 尝一下吧 对 好 味道是不错 就是感觉稍微有点 厚一点 吃起来会有点柴 烤五花肉 忘记说了 这边是 双人 138 就是人均 69 然后当人的话是不接待的 我 虽然是一个人来的 但是老板今天破例 然后我一个人吃 老板说一个人一桌的话 有点不划算 所以就没有做单人了 啊 挖肉有点肥 是真的吧 不是科技 看这个串了吗 在外面上瓦店 一串了吗 卖了 卖两块钱是要的 哇 山东这边那个烧烤还是蛮有名的 像那个 呃 自博那边 烧烤的非常好吃 我本来想去一趟自博的 然后那边不是有个高风险地区吗 就有点怕就没去了 烤面包 哇 好好吃脆啊 他这个表面撒白糖 应该看得见吧 哈 香香甜甜的 像那个烤馒头啊 我也很爱吃 感觉烤过之后 就会变得更香甜 老板 那个烤面包还有吗 烤面包还有没有 好好吃好吃 好吃好吃 梳子蟹的个头大概是 呃 这样子啊 哦 毛蟹的个头的话 这样 毛蟹会偏小一点 然后梳子蟹的话 呃 也不算太小 哈哈 两串烤面包 哇 好香啊 嗯 山东这边的烧烤吃法 绝这个饼 还可以哦 像我打电话预约的时候 那个老板 也听我的声音 觉得我有 四十多岁啊 然后到电影来一看 原来我这么年轻 听我的声音 以为在电话里面听 以为是我有四十多岁 就大家光看视频 看我量的觉得我大概有多少岁 有没有人说零零厚的 看看有没有高啊 嗯 还是有的哦 鲜 烤串又来了 这个是脆骨 刚烤熟的蛮热的啊 挺好吃的 烧烤就要热了吃 凉了就变硬了 嗯 白糕 我发现有很多人他 只是火锅 然后没有蒸锅 然后这个蒸鸡海鲜不好吃吗 哦 哦不对 我只有蒸锅没有煮锅 也就是意味着 那些丸子啊 割鸡肉啊 那些菜啊 我烫不了 另外加锅是十块钱啊 无论是蒸锅还是煮锅 我在想到要不要加锅 嗯 反正蒜了吧 好像那些 那些肥牛啊 吃一包包也不好吃 虾串 哦 又来了 烤串 哇 今天这个烤串 吃了好多 老板一直在给我送烤串 我已经吃了二十串了 啊 这烤串吃多了 吃的也有点麻 会腻啊 生蚝那个的也会比较小 应该说比较符合这个价位 三倍还可以 这个烤串一开始吃好吃啊 吃到后面吃多了吧 嗯 这个感觉 有点 有点柴有点老了 嗯 好了不吃了 这长时间的话那个好料吃太多了 吃人都有点 上火了 今天晚上就少吃一点啊 嗯 像自家的话大家觉得有腥肠饼吗 那肯定是有的 六十九块钱啊 在厦门的话 也都吃不到鲜活的鲜活的鲜活的鲜 而这边有鲜活的小毛蟹啊 小缩子蟹 呃鲜 然后还有各种的那个螺类 然后就是 烧烤啊 这个烧烤我都吃了二十五串 算他一块钱一串 我都吃了二十五块钱 因为没有打算换主播 那个 呃科技肥牛啊那些那些就不吃了 想吃的朋友的话 近期可以来 因为听老板说这个缩子蟹的季节快过了啊 可能后面的话 哪一天就没有缩子蟹了 环境也是比较一般啊 好了喜欢脑狐的记者点赞 评论关注我们下期见 拜拜